灵依陶妖,善恶如一,精灵过处,片甲不留,说的就是这个女孩,她经常带着一只不会想的女孩,可遍天下每个角落,作为一名灵依,陶妖指着妖怪,不治人,但在她每周下一种妖怪的同时,却又诉说着人间百态,这就是近两年大火的百妖妇,因每个故事都藏有一把刀,所以被网友戏称为百妖妇,刀刀致命,却又深入人心,你准备好了吗? 这天陶妖带着小和尚磨牙,来到一处风雪客栈,因为在这里有一只妖需要她的救治,只见一道白光闪过后,面前的少年变回了一只灰狐的模样,原来她早就自断虎伪,吞噬幽腐,眼看着已经奄奄一息,而一切病因皆由新生,要想救治好灰狐,还要需要清楚在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于是她摘下了那个平常不会响起的铃铛,一面不灭,千千成结,解灵还愿,化剪成蝶, 告诉我你因何所困 原来早在这乱世之下,灰狐被一群人抓走了,准备做成围帛献给夫人的,但这时一个瘦弱的少年出现,让壮汉他们放了小狐狸,并和对方打了个赌,说两人蒙眼鄙视一场,赢了就答应他的请求,壮汉同意了,可是让他始终不能理解的是,是为了这么一只小狐狸,少年竟然要和他拼命值得吗? 同样是一条命,我觉得,值 可在彼时中,少年的伸手非同反响,很快壮汉就落入了下方,甚至差一点就坠下断崖,关键时刻,少年拉住了他,毕竟做人留一线,对方只要愿赌服输就好,就这样,灰狐被成功救下,而少年带他来到森林,放生了但没多久,灰狐却去而复返,虽然他看不懂人类,可少年给他的感觉与常人不同,因为他救过自己,从这天开始,一人一狐相依为伴, 他用小短腿帮助少年干一些粗活,也度过了一段平淡而又惬意的时光,夜里微醺的少年说出了自己的梦想,他想成为一名快意潇洒的侠客,因为到那时,就可以回过头保护曾如自己,如小狐狸一样的无辜弱小,但遗憾的是,自己是一名质子,被上面的人收归军中,以此来控制手握重兵的父亲,看着面前的小狐狸,他坦言道,如果你是人就好了, 咱们当兄弟,结伴去每个有趣的地方,一起喝酒吃肉,仗见江湖,小狐狸抬头望向天空,这一刻他以为自己终于懂了一个人,但是很快,少年要走了,因为仗打赢了,准备去剿灭残党,他邀请小狐狸等平定天下后,一起云游四方,但小狐狸想了想,转身离开了,因为他在心中做了一个决定修出人形,和少年做一生兄弟,可这一别就是四十年, 灰狐终于画出了人形,这天在一处街道上,他闻到了当年熟悉的味道,灰狐的心中确定,正是曾救下过自己的少年,他马不停蹄地来到近前,马匹上方威风淋漓,但灰狐却不曾想过,人心善变,四十年对人来说太久了,那个曾经梦想成为一名侠客的少年,如今早已误视人非,成为了一名杀人不眨眼的大将军,我还是来迟了些,你都有些老了 四十年化成人形,已是我修行的极限,现在我终于能做你的兄弟了 玉琪 杀 妖有百种皆分明善恶,可人心一颗却万千难测,胡的人身消散了,因为他被自己的救命恩人迎头一刀伤了 修行四十年化成的人身,但到头来终究还是没有看懂人类,冥冥中他回想起将军还是少年时,曾许下过的诺言 总有一天,我要变成最厉害的侠客 那时,将军,因处决两万的降兵而被下令即将斩首的时候,他还是做下了一个决定,打算一命换一命,前去报答曾经的救命之恩 在将军被斩首的前一天,他来到两万冤魂的面前,竟然全部推入身体中,因为只有这样,大将军才不会有危险 并在当晚,灰狐来到皇帝的寝宫,他将自己的狐狸断下,化为红光 为入皇帝 另一人姓名为咒语,则时光之人对其将心生喜爱,纵有杀父之仇,亦可方之不济 所以即便大臣们对此不解,但皇帝赦免大将军的这道旨意,依旧无人能改 而大将军如愿,并没有被斩首,成功活下来了,但是报恩的灰狐则已经是奄奄一息 桃妖已经清除了灰狐断尾所做的一切,可是虽然他被称作灵异 面前的灰狐却没有办法救活,因为他不但吞噬上万幽魂,还自断尾巴,已经没救了 那,那你再给他接一条,尾巴不就行了 哎呦,拿什么接,你的头发吗 桃妖从灰狐的身上扯下一缕毛发,早已断了生机,被怨气腐化 但还有另一种方法,名为清空重来,就是趁灰狐断气之前打回原形,回到刚刚出生的状态 但这个过程很痛苦,接近冰死,并且就算熬了下来,也只会变成一只寻常的小灰狐 药力为零,记忆为零,还不如重新投胎划算 你问他愿意吗,我我愿意 拜托你了,桃妖姑娘 好吧 我这有个规矩 凡依过的妖怪,都得做我的药 爪子来,在这戳个章 有朝一日,我想取你身上的任何一部分,不管是耳朵,爪子还是尾巴 你都得无条件献给我,明白不? 灰狐爽快地伸出了爪子,在桃妖的手心,留下一道光 随后,他从腰间拿出一小瓶药 可他不能理解的是,既然灰狐不懂人类,又为何不顾一切地救下大将军 可灰狐说,自己救的,不是他 而是多年前的那个寒夜里,最梦中想仗见天涯的小少年 喝下药的灰狐,似乎做了一个梦 在梦中,他再次遇到了那个,曾经救下过自己的天真少年 你救我一命,我还你一命,从此两不相欠 清空归来的小灰狐,变成了刚刚出生的样子 在磨雅小和尚的苦苦哀求下,灵一逃妖答应了他 一路修行,可以随身带着 而小灰狐之所以不选择投胎,是因为他也有一个心愿 我还是想活着 一路修行,因为受伤掉到了一个农户家中 一对善良的母子将树鸡鸟给救了下来,并且决定收养他 可母子二人并不认识什么树鸡鸟 以为他只是一只普通的鸡 于是便把他和家里的鸡饲养在一起 树鸡鸟非常好奇,明明自己还没有拉出金子 为什么他们会对自己这么好 他想知道答案,于是便在这里住了下来 并且隐藏了自己拉金子的能力 树鸡鸟发现,虽然这家人赚的钱不多 可是每天都过得很快乐 闲暇时间,母子俩总是一起玩遮纸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儿子渐渐长大 为了能让母亲过上更好的生活 开始造出晚归拼命挣钱 院子越来越大,家境越来越好 可母亲脸上的笑容却越来越少 每天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家遮纸 为了能唤起和儿子小时候的美好回忆 母亲特意将褶纸放在儿子回家就能看到的地方 可当儿子回家后,却把褶纸当成了擦鞋的废纸 这让母亲很是难过 就在这一天,儿子说要从军 他想建功立业,等皇帝奉赏 那就能让母亲过上更好的生活 一面前,母亲担忧地送给他一只纸乌龟 寓意着乌龟,希望他早日回家 可是几年过去了,儿子一直没有回来 母亲的白发也越来越多 树金鸟见证了这一切 看到女人憔悴的模样 他想帮他一把,于是飞到了兵荒马乱的前线 背景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女人的儿子 可他却早已战死沙场 胸前是他宰下的银票 心心念念地想着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但是现在已经用不上了 可此时的母亲还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 只是日日夜夜都在等待着儿子平安回家 因为过于思念儿子 母亲渐渐地开始自言自语 这一刻,树金鸟才真正明白 原来真正能带给人幸福的不是金子 而是亲情和陪伴 为了拯救这位善良的母亲 他决定用余生为代价 化作了他儿子小宝的模样 希望能陪伴这位母亲度过盛夏的时光 回到家的小宝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因为他知道母亲喜欢折纸 于是经常跑到镇子上的元宝堂 学习折纸的手艺 只不过每次付款用的都是金子 一来二去过后 老板渐渐发现了端倪 将他给抓了起来 他只好解释自己家鸡窝里有一只树金鸟 而金子就是树金鸟拉的 他敢教老板帮自己保守秘密 念在他一片孝心 老板放过了他 随后和他一起来到家中做客 老板本以为他会和母亲过着富足的生活 可没想到家中却十分的清贫 可有一天 当老板再次见到他时 他手里捧着的却是母亲的灵位 原来在陪伴了母亲七年之后 母亲还是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在坟前 老板最终还是戳穿了他的谎言 因为他早就看出他就是树金鸟 因为耗尽自己的余生幻化成人形 树金鸟此时口吐鲜血大限将至 你消耗太多 这样下去会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解灵还愿 化剪成敌 通过陶阳的帮助 终于换回了树金鸟的性命 记好了 你现在就是我的药 以后我要你身上的任何部分 你都得无条件献给我 懂吗 哎呀 这个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我再强调一遍不行吗 这个很重要的 好吧 你们接下来要去哪儿啊 最后头腰便带着摸牙小和尚 还有小狐狸 继续踏上了解救妖怪的旅程 如果你只能活一天 你最想做什么 诗人皆以为 妖怪的寿命很长 殊不知有一种妖 他们招生目死 一日即为一生 每一个被你我视为多余的今天 是他们永远得不到的明天 喧闹的街道上 一个落魄凄凉的身影 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个男人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 准确的说 他是个被父母遗弃的狼人 只因他天生左腿残疾 听觉也不灵敏 所以被遗弃在山洞里 狼人是半人半妖的存在 他们没有妖的法力 也没有人类的智慧 寿命虽然跟人类差不多 却根本不懂人类的人情世故 所以在这世间 他活得比谁都尴尬 多艰难 他给人做杂役 哪怕有洗不完的碗 擦不完的地 批不完的柴 他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做 但在要工钱的时候 却被老板撵了出去 还污蔑他是个小偷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 遇到这种黑心老板了 虽然很不甘 却也无可奈何 渐渐的 他发现无论自己再怎么努力 始终不尽如人意 日子越过越艰难 到如今 连一份简单的工作也做不上了 看着不远处的烧鸡 多了几天肚子的他 此时内心里的欲望战胜了理智 他幻化成狼行 想去偷来填肚子 可还没来得及咬一口 就被打倒在地 没有人同情他 有的只是无情的嘲讽 也就是此时 他有了一股 结束自己生命的念头 活着真的太累了 夜深人静的桥边 他没有过度的犹豫 也没有对这事件的不舍 因为这事件 从未给予过他快乐和希望 随后 只听见一声落水的声响 喂 我说你要死也死远一些 撒到人很疼吧 原来狼人投糊 砸到了这个 在湖里游泳的漂亮女孩 女孩将她拖上了岸 她不明白 狼人为何要投糊自禁 活着难道不好吗 她将狼人从地上拽了起来 让狼人陪她晚一天 晚上再来投糊也不迟 女孩那温柔善良的笑容 似乎感动了她 随后 两人来到了卖馄饨的小摊 女孩吃得津津有味 而她还从来没吃过馄饨 在女孩的盛情邀请下 她腼腆又小心地吃下第一口馄饨 那久违的味蕾刺激 让她泪如雨下 心中也是百味杂成 女孩似乎对一切都很好奇 太阳升起的方向 生奶药的汉子 提着桶去打水的姑娘 她都觉得很好看 似乎她有着花不完的经历 想一瞬间就看够这世间所有的繁华 集市上 帮卖水果的大叔吆喝叫卖 把小摊饭所有的书都翻了一遍 又跑到卖胭脂水粉的地方 把能试的脂粉都试了一遍 但看着妆容 也是够吓人的 女孩说 她的歌声很美丽 随后便自顾自地唱了起来 还让一边的男人给她打拍子 如果时间能停留在这一秒 想必男人应该能重拾 对这世间的所有向往 但下一秒 一伙流氓也被这歌声吸引了过来 并对你还动手动脚 男人见此情景 一改过去的懦弱 拉着女人飞快逃离了几时 虽然脚是破的 但还是不顾一切地拉着女孩 跑了很远很远 被保护的感觉让女孩很是开心 但很快 夜幕悄然降临 两人回到了湖边 狼人很奇怪 女孩这一天来来回回的 究竟要做什么 我在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她也非常好奇 女孩到底是哪家的大家闺秀 怎么自己从未见过 女孩没有回答她 却突然微笑地说 咱俩成婚吧 狼人吓了一大跳 你以后是要嫁人的 怎么能跟我拜堂 嫁给你不行吗 书上说 对救命恩人 就该以身相许 狼人还是拒绝 女孩提出 你不是要寻死吗 你跟我拜堂 我就给你毒药 一种不会让人痛苦的毒药 男人答应了 就这样 在月色的见证下 他们完成了拜堂仪式 事后 女孩并没有给狼人毒药 而是以制药 需要时间为由 让狼人一年后 再来这找他拿药 可是等他第二天醒来 女孩便不知所踪了 只留下了那块红绸 一年后 狼人如约来到湖边 但女孩却没有出现 他等了一年又一年 直到第四年 狼人忽然明白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毒药 既然都多活了四年 为什么不继续活下去呢 后来 狼人成家了 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从未放弃过寻找女孩 那个只存在于 自己生命中一天的女孩 那个让他从事信心 勇敢活下去的女孩 成了他此生最大的遗憾 如果不是桃妖的出现 可能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世上有一种 只能存活一天的妖 称浮游 是有一重 又是隐于水下 成重后出水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期待 少年很困惑 他问父亲为什么庆祭送完信回来就会死 父亲说 庆祭擅持 若是正常奔走道也无妨 可一旦使出那日行千里的本事 就再也活不下来了 那时他才知道 这已经是家里的第八支庆祭了 他父亲是个巫师 被村里人称为神仙 或许终日寝神驱鬼遭到了报应 他父亲生了一场大病 便撒手人寰 这是他父亲去世的第三个年头 祭拜完他父亲 不知不觉来到了静花泽 回想起他父亲说过的话 出于好奇他对着湖水呢 过了一会水里真的诞生了一只庆祭 少年开心地像个孩子 他们促膝常谈 性技术说着在水里枯燥的日子 少年则叫他既然化为了尸体 就赶快离开这里到别处去看看 可庆祭傻头傻脑地说要报答少年的恩情 要帮少年送一次信才能够 或许对于之前的庆祭有些愧疚 少年想要弥补 少年并不想叫他送信 而是委婉地说 我没有相隔千里需要送信的朋友了 庆祭回答道 人许以后会有呢 没事 我等你啊 自那以后 庆祭就一直在静花泽等待少年 少年闲暇之时 便会去静花泽看他 他们一起学习 一起吃饭 一起看星星 不知不觉中 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就连对小玉的心意也一并告诉了他 少年式的爱笑的人 小玉 你别走了 我们在一起 好不好 我喜欢 我也是 我喜欢 我喜欢你 他想让庆祭帮他送信给小玉 可他一想到庆祭送完信就会死去 少年痛苦万分 但又释然了 少年还是没能熬过十四岁的冬天 知道真相的庆祭气不成声 回来 他真的不会回来了 你以前被困在水里 一定很无聊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实体 就赶快离开这里 到别处去看看吧 那就 去看看吧 死医生 你委屈我姓名 我未付你承诺 无憾 乖龙怒气冲冲地逃离了仙境 可是就在人间快活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一位 肆意给人间带来灾难的汉仙 然而 因为法力很低 无法击败汉仙 但是如果他在这个时候 回到天庭去举报 那他就等于自投罗网了 如果不管不顾 阿芒的甘蔗地就会遭受损失 因此他想到了伤敌八百自损一千的方法 那些被雷神伤到的人 会在痊愈之前失去所有法力 如果其他人碰到受伤者的血 也会法力竟失和普通人一样 为了让雷神劈伤自己 乖龙只能到处寻找机会 结果 他碰巧遇到了桃妖在这里钓驴 一阵雷劈下一炮 直接把桃妖的船劈碎了 幸好柳先生及时出现救了他们 柳公子顺手也把乖龙抓住了 他知道是乖龙让他们遭到了雷击 于是桃妖把他锁在法阵中 你擅自下戒 就不怕我举报你 乖龙倒是非常硬气 他说既然他能逃一次 他就能逃第二次 只要桃妖去举报他 他每天都会跟在桃妖的屁股后面 让雷神每天都劈他 哎呦 我好怕怕啊 可惜你现在连我的圈都抽不来 还说什么跟着我 要不是我受了伤 你以为这个圈能把我困住啊 这时 他们才看到那条乖龙刚刚被雷神劈到了 所以当时他的法力全失 乖龙又说 我现在就是砧板上的鱼 要杀要寡得随便你们 摩雅想桃妖帮他看病 但乖龙这时说 他不需要桃妖人的怜悯 桃妖没想到乖龙知道他的身份 乖龙说 他早就知道了 你模样难看 脾气又坏 倒也合得上那传闻中凶神恶煞的桃都林音 看到他这么说 显然他不想让桃妖看病 但这时的桃妖就要给他治疗 桃妖抓住了乖龙 乖龙眼看到他来之不易的伤势 快被桃妖治愈了 他不得不告诉他们整个来龙去卖 为了拯救村庄 他需要用伤口抓住汉仙 他们在听了乖龙的故事后 于是打算和他一起去抓汉仙 灾难发生的最后一天 他们在村外等候 汉仙在白天的时候 需要依靠泥娃娃才能移动 所以乖龙他们只需要看看 哪个人的表情奇怪固定就好吗 这时 一个看起来很不自然的小孩突然来了 在桃妖还在观察的时候 乖龙独自一人冲了过去 同时把力气放到伤口上蹭了蹭 给了他一个突然袭击 一个突刺把力气插入泥友身上 泥娃娃瞬间碎一地 但他太小看汉仙了 除了这个泥娃娃 他还准备了其他的泥娃娃来使用 乖龙刚刚做出反应 泥震没声听他 汉仙也趁机逃跑了 当桃妖叫醒他时 他急忙站起来并求桃妖帮助拯救一下村庄 然而 桃妖却跟他说中午已经过去了 他环顾四周 发现村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这时 要是桃妖帮助了他 所以他为自己之前的粗鲁行为道歉 桃妖大人 我为我之前的无礼道歉 啊 你说什么 大声点 桃妖大人 您人美心善 艺术高超 不愧是传闻中的天下第一领仪 谢谢你救了我 然后桃妖带着乖龙 阿芒啊 小心点 别胜着 您放心吧奶奶 这甘蔗长得很好 等来年 就可以给您榨甘蔗汁喝了 嘿嘿嘿嘿嘿 好 好 在最后一次看望阿芒之后 乖龙答应了回到雷神的身边 握了一会儿 一道金光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当他准备带走乖龙的时候 桃妖却阻止了他 提醒他不要忽视他的小妖仙 即使你在强大 没有他们 你什么都做不了 雷神直接默许了他的话 桃妖接着说 希望你以后看清楚再批 不要再伤害无辜 你以为在我不允许的情况下 乖龙真能一次又一次逃脱 你以为 你以为他是坚守自道 强人所难的衣冠禽兽 但他是个禽兽不假 妻子却是主动嫁给他的 他叫腾根 抱身膝脚 泪生双翼 善于变化 如你所见 他是个真禽兽 但他却是昆仑神兽 傲视天下 以古为识 曾经的他做事刚正不误 一身正气 如今的他却想贿赂灵衣 请假装病 连灵衣逃遥都好奇 是什么让他忤逆天性 画面一转 过往的回忆尘埃落定 在深山之中 有一只世代智骨的女性不足 她们各个形容秀丽 可繁衍方式却残忍至极 为了延续种族 她们掳获外界男子 用蛊虫控制人心 直至男子蛊虫视心而亡 这样邪恶的不足 自然逃不过腾根的制裁 一夜之间 整个不足便被他轻松吞噬 只要消灭所有的族人 骨母也再不会出现 可是最后一位传人 却让他头疼不已 这个少女从未治骨用骨 反而极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尝尽好话 可所有的真情告白都被他当作是骨母作祟 腾根只能让妻子尝试再次感应骨母 当早已粗糙的玉手附上胸口 除了心脏的跳动 没有任何痔症 他看着心中的家人 开心地说道 恍惚间 二人又回到了年少的模样 他再次说出了最真挚的告白 曾经沧海南温雪 除雀乌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揽回故 半缘修道半缘君 见过了你 所有的风景都索然无味 比不上你万分之一美 人之所以害怕蛊虫 是因为恐惧 而之所以求助蛊虫 是因为自卑 世人皆为断长物 不知罪独在人心